游离陈张冰冰领先主演的小女花不器正在火热更新当中 该剧已经播出就收获了一众粉丝的热捧 男女主角的表现都很出色 网友们纷纷表示追定了 最新的剧情当中花不器被误认成七王爷的女儿 可是就在花不器注尽王府之后 并没有享受到王爷的父爱 相反王爷凝视花不器的眼神总是让他觉得怪怪的 花不器在被尽心思之后终于找到了竹先生 这才明白原来九叔并不是一无是处 他竟是可以和墨府还有明月山庄并称赐大家族中的江南朱府家的少爷 当年九叔和父亲大吵一架之后来到了京城化名为朱华 这点巧合之下他抱走了花不器 为了保护他一路隐姓埋名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后来花不器听信了竹先生的讯说 不要假此顺利骗过了京城所有的人 就连七王爷都信以为真 之后便逃回江南 顺利的成为了江南朱府的大小姐朱朱 在花不器的经营管理下 朱府的生意再跃了一层 直接成为了江南首富 之后花不器的威尼远波被京城人发现 他的宣誓再次被众多有心之人挖掘和猜测 就连当今圣上也是十分好奇 所以命人按下调查 就在结果出来的当天皇上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花不器就是圣女本人 他关系到国之昌远 身后更是藏有巨大的宝藏 皇上立刻派人请回花不器 还当场跪地摩拜 莫若飞的母亲听说此事之后立即傻眼 因为花不器的葬礼就是由莫夫来承办的 他还亲自看过花不器的尸身 现在不仅没有死 而且还住到了皇宫里 这一下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加 还花不器了 于是兽机气愤的吐出一口鲜血了 好了就说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